看到我们这个 还有网友留言啊 什么的 已经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 我说点不进去啊 放心 你先请一下 好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这个讲话 大家能听见吗 来 蔡老师 你说说声音 看看网友的反应怎么样 声音大还是声音小 我们做的 我刚刚声音不太大 对 没关系 他有话筒 那个坐在我边上的 这位风度翩翩的 这个老师 是大家认得出来吗 能听见是吧 蔡老师你说几句话 看看大家能不能听见 各位大家好 我是蔡志忠 对 我专场来北京 参加于老师的 要闲话 嗯 对 这个蔡志忠老师 我来看看啊 我们网友现在 已经 已经九千多人在上面了 是 是 对 那个 有多少人知道 蔡志忠老师 知道的朋友打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 蔡志忠 坐在我边上的 蔡志忠老师 有多少人读过 蔡志忠老师的书 听得见啊 很好 对 我们镜头是在那儿的 蔡老师 这个是我们来监控他们 不少人都知道 哎呀 蔡老师 你名声太大了 但很多人打了好多一 也要打十个一的 八个一的 是 要别读了你好多书啊 对 蔡志忠老师呢 那今天来跟我来聊天 聊聊他的这个漫画人生 他的人生的探索 人生的理想 以及他人生成长的过程 这个 希望我们网友 今天的聊天呢 有所收获 在我跟这个蔡老师聊完以后呢 我们等会儿 九点以后 还会去东方征选 这个继续跟蔡老师露面 是 这个好多人说 喜欢蔡老师 你看 有 说你是有智慧的大师 嗯 哎呀 这个蔡老师 你好那个啊 好 大家 你的名声好大 蔡老师画的宋词 好久以前就读过了 是 是吧 好 那下面 我跟蔡老师就开始聊天了 蔡老师 你看我们一会上来 就已经是 这个十四万人在上面 哇 看我们了啊 是 好 那个 蔡老师 那个 我们 先跟网友打个招呼 然后呢 各位大家好 我是蔡志忠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各位见面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问我 我没有什么话不说的 嗯 大家在 我们对台的过程中间 有任何问题呢 呃 可以打到屏幕上 而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帮着 因为我们不一定来得去看 也帮着我们收集一下 收集一下以后 给我们记下来 放到我们面前来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网友们在想什么 当然我们也一边 一边弄呢 一边也会看啊 那个 蔡老师 那个 听说你啊 是 从三岁一开始就开始奠定了这个人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了是吗 我比较出生比较特殊 我们村庄在我出生那一年竟然有一个小教堂 嗯 那我一岁我二哥六岁 那每天早上就要去小教堂上道理班 嗯 一岁看起来好像听不懂 其实听久了就听得懂 嗯 所以我三岁半的时候已经会背诵经文 然后要通过弘一主教的面试 所以才成为正式教友 三岁半的时候 你成为正式教友的时候是几岁 三岁半 三岁半 他那个 那个主教会问你什么是三位一体 对 念一遍圣母经 天主经 然后你合格了就给你一串念珠 对 那那一串念珠才代表你 据说你三岁半开始就能大端的 开始就能大量百科全书 没有我背不 我背很多 那背不 没信号本 没事是吧 就像农夫 农夫的小孩三岁半已经在田里帮忙了 送茶水送点心 那三岁半的小姐姐已经背了一个 一岁半的小妹妹 那我爸爸是项农代表的秘书 所以我不能说我长大要当项农代表的秘书 所以我就很惶恐 就开始思考 我将来可以靠什么混乱之姿 后来四岁的时候 爸爸送给我一个小黑板 他是要学写字 写菜之中孔一级天地悬防宇宙洪荒 我从那个小黑板发现了 我很爱画画 很会画画 这个你觉得这个你很爱画画是一种天赋吗 不是 我认为我后来回想 因为乡下没有办法接触到什么画画漫画 因为天子教的教本 它是有画插图的 那教堂里面有彩色的poppie 彩色的米 然后薯 那个彩色的兔宝宝 那神父因为我特别的乖巧 又会背诵 所以神父都是认为 我是将来第一代台湾的本土神父 那我妈妈不可能答应的 那神父也送给外国教友穆捐来的两百多张赫连片 圣诞卡 那圣诞卡有银点 有那个圣诞老公公 有六支女鹿 有圣鹰圣母 还有三王来草 有很多漂亮的画面 那教堂整个教堂有十四个画面 就耶稣受念的十四湖图 整个教堂正对面 也就是说 当时你四岁 拿到一个小黑板以后 对 你觉得画画比写字这件事情好玩 不只是这样 我爸爸是全乡司法第一 但他从来没有在写字赚过一毛钱 他在过年要替全村的人写春年 然后画画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那时候我最想当的职业 最接近我想 那边又有杂音了 你们那边 稍等一下财老师 是因为什么原因 上次又有杂音 这次还有杂音 我才没听到杂音 什么 我才没听到杂音 就是他们这个网友都在流 就是有很多杂音 那个留言全是有杂音 电流声 有杂音电流声 你们那边放送的是不是 有问题 是那个蔡老师的有杂音 你是在听手机声音吗 不是 我在听这个直播的时候 两个人都有杂音 电流声很吵 有杂音 又有 好 杂老师你继续讲吧 没事 OK 所以我四岁半的时候 最理想的职业就是画电影招牌 电影招牌可以画人啊 就是你在四岁半 就已经想着未来要画电影招牌 因为我不想在乡下当农户啊 怎么会四岁半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想留在乡下了呢 你觉得你的这种找慧是天生的还是 可能就是因为看了圣经 因为圣经的故事 有一百到一千个故事 有五十个到一百个厉害人物 所有小时候的偶像就是 耶稣基督 摩西 诺雅 那我就不想成为普通人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你觉得就是 就是一个小孩 就是我觉得你是有点天才的成分的 当然当然也可能后天努力 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你呢 刚好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机会 在三岁半左右就已经听完了全部的 还不止一遍的听完了所有的圣经 你能把就是到三岁的就把一千个故事就能够讲出来 那我我想就是说 你认为一个孩子 比如说普通孩子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是 就是到三岁左右 就让他不断的去听各种各样故事 比如说让他听一千零一页也好 其他的故事也好 中国的传统故事也好 就不断让他讲 你觉得这种听故事 听一个听 就是不管孩子爱不爱听都听嘛 你是被父母带着去 其实高开始是被动的 也是 就听着听着就变成了 就全部把这个知识记在了你的心里 是吧 那你觉得从教育的意义上来说 你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父母 让孩子就是说在三岁左右的时候 两岁到三岁到四岁之间 让他不断的重复去听 未来长大了对他有用的故事 并且听完以后要让孩子去讲这个故事 你觉得对他未来的人生有用吗 我认为让一个小孩子在六岁以前 或十岁以前听一千个故事 一定改变他的一生 那一千个故事里面当然都是很多 立志的啊 成功的啊 最后大概都是没有什么悲剧的 尤其是童话故事 所以我认为让一个小孩看完了 那个《天荒夜谈》 《一手一言》还有《安徒生童话》 还有《格林童话》 一定对他一生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让孩子反复的听《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像这些书 对孩子其实就是说 就是不要去管他孩子认不认字 也不要去管他孩子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理解 对 就是让他去反复的听这些故事 是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梁正宗 梁正宗有两个女儿 一个是梁军鸟 然后他每天讲三个故事给他两个小女儿听 所以他们两个小女儿在小学还没有念的时候就非常的成熟 他们现在都是很早就已经找到他人生要做什么 也都是自我学习 所以会画画也会画油画也会写书 就像杨金鸟十四岁就出了第一本书 也不是那种小朋友这样胡思乱想 他写那个立志的编故事的能力也很好 所以我认为故事对一个小朋友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有一堂课 我们都是同一个老师 那个苏鸿佑老师进来就说 各位同学 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讲故事 不上课 我们每个同学都赶快坐起来 我们的手都要放在后面 就赶快很认真听 我回去都还要讲给我妈妈听 就说今天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我妈妈去喂鸡友跟着讲这个故事 去喂鸡友跟着讲 喂猪就讲 我说你都没注意听 我说好你讲一遍给我 后来就是大脑充满了故事 充满了故事它有很多你可以学习的典范 很多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认为故事对一个小孩是很重要的 对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如果是家长的朋友在这也提个醒 就是孩子从小 只要他能够开始能够基本听懂这个故事 比如说两岁多开始 就应该给他不断的讲故事 如果自己讲不了的话 应该要有某个讲故事的那个念故事 是吧 或者说是现在也有讲故事的一些软件 这个比他一天到晚看动画 其实要好很多是吧 因为讲故事它经过大脑的这种这个加工是吧 让孩子们的这个这个大脑训练会比较的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动画都千篇一粒 有点弱智 然后有点低幼 我是觉得不太好 因为有很多故事就是很好 我说我们看外国电影 常常你看那个小孩要睡觉 九点要睡觉 他都要求爸爸讲故事给他听 让他讲到睡着 好像外国的父母都有义务 在小孩要睡觉的时候 讲重篇故事给他听 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因为你四岁半左右 你就开始画画 并且是你主动的开始画画 因为我我我我记得你的父母 并没有一个是画画的是吧 你爸爸是写毛笔字的 是吧 但是呢你就开始画画了 那么后来呢就是很喜欢画画 对 就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就奠定了你一辈子要画画的这个基础 我我那时候就画了一个试 就是只要不饿死我 我就要画他一辈子 要饿死我还蛮难的 我一天一盖馒头就够了 到今天也是一天一盖馒头就够了 所以一个人能够过最 要过最高的精神自由 就必须要过最低的物质要求 我一天大概不会花超过二十块 我的衣服都穿到破 鞋子都穿到破 所以我想追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呢很多孩子呢 比如说像很多孩子呢 就是就是光知道到学校去上学 上了小学上初中 上了初中上高中 上了高中上大学 结果呢到了大学还不知道自己 这辈子要干什么 那我想问问你就是说 就是是不是一个小孩 在小时候 从他内心也好 或者在父母的帮助也好 他奠定一个自己 一辈子都想去做的这件事情 是比较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看最近五十年 最厉害的人都没有机会上大学 就像比亚盖茲大一就休息 而且就哈佛嘛 那个乔布斯是考上大学 根本就没有去注册 那个就是马克杂伯 我也是念到哈佛大二就休息了 对 所以有理想的人在很小就有他的想法 就像乔布斯在十三岁 他就立志要做 那个就是未来的IT坦的 那个比亚盖茲很小 他就很爱看大英百科全师 他小时候高中的梦想 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够把大英百科全师 浓缩成一个铅笔盒这么小 就是后来他在做的了 所以很多人都很小 就已经有了梦想 要去完成它 所以我 以我啊 不好意思 念到大学毕业的人 我都认为他就是没有梦想 我很同意你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文凭是 没有能力的人就休不 我自己是想说 没有实力支撑的文凭 只是一张废纸 那只是面谈那一天有效 第二天上班就开始没有效 一切都是以实力 实力才是一切 对 你也说过 就是说 努力是没有用的 对 你为什么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说 那个努力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的努力是没有用的 努力只比不努力好一点点而已 所以 所有东西都要有方法 就是 然后人生不是走胁迫 就只要辞之隐红就可以走到电通 百分之九十九人都没走到电通 那 人生是像走阶梯 每一阶有每一阶的难点 学物理 学物理难点 学数学 学漫画 甚至于学英文 学日文 难点都不一样 你没有克服难点 再怎么努力也沿地跳 没有越上一级 你只要越上一级就不会下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生方向和人生理想 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是错的 还有我认为学习是很重要的 我是一定重生学习 我只要不知道的事物 我都很想知道 我一直都踩在时代的尖端 比如说现在NFT很流行 我已经做了NFT很多 我认为学习有两个要顶 第一个要自发性学习 我相信你也是 只有自发性学习 我也都是 因为被编册的学习 达到目的他就不要学习了 就让很多人为了高考苦读 一考上他就把教科师抛了 他不是爱看书 然后很多人打到目的 就不继续做了 其实第一个就是要自发性学习 自发性学习你就会中心学习 因为我会比较厉害的原因是 我学习能力很强 我学日文学物理学术学 都是自己学的 第二个要及早学会自我学习的能力 因为很多人不会自我学习 他一定要老实教 那我的观念 不好意思 我的观念是 你不能给老师教 老师不怎么样 老师知道怎么样 他就不会在那里 也就是说 这不是老师什么都知道的 对 而且如果就算老师知道了 你自己不去探索 不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你只是被动的这些知识 其实也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要主动 我就说我想知道什么 然后你主动就可以去收集 我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我会花一段时间 海量的阅读 比如说 90 91 92 这三年 我总总研究禅宗 更不要说88 89 研究灵木大佐 那个都不算 90 91 92 把所有的产中的书全部看了 然后归纳 然后 然后最后自己做出结论 然后从此 就没有人对中国产中必要保 那像 半年前我花了一个半页 研究全世界所有的活像 就大英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 日本商业 你现在家里收藏了多少幅像 五千多 我先说 你原来的目标是一千 对 而且现在买的都非常贵的 我发现你做事情特别的专注 而且这个专注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 一般的孩子都不太有这样的能力 比如说你从四十岁半开始画画 结果一直画到我记得13岁 就已经把你的漫画寄给出版社以后 寄给报社以后 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卖画家 成熟的 那你从四岁一直到13岁这个时间 是 是的 不断的画 每天都在画 对 像我一个学生 他已经16岁了 他现在开始学会比我们厉害 最少要跟我们厉害 我说不可能 像夏达 蔡志忠 都从两三岁就开始画到今天了 不是每一项都可以挑战的 你父母允许你画画吗当时 我们家稍微有点奇怪 我也奉劝所有的父母们学我们家 我们家没有问句 就是你父母不关系 你说这会事情是吗 比如说我们一年会有一盒夜饼 那没有什么礼物嘛 所以江秋泽前面 我说每天去除船看有没有一盒夜饼 有了我就先吃两颗 第二天要到两颗去学校 下课回来又把两颗吃了 所以说一盒夜饼六颗都是我一个人吃的 然后我们家部学校问说 妈妈我可以做什么吗 爸爸我可以做什么 就去做 包括我十五岁离一 你有没有做错事情被父母阻止的 没有 我平常乡下都很乖 乡下没有不孝顺的小孩 乡下也没有做坏事的小孩 我们乡下 如果是屋子旁边的一颗莲霧 或是一颗西木瓜 或是一颗花石榴 那就是全村小孩的 那大人主要说 哎呦这样会糟蹋食物啊 还没有好你就拿去吃 但如果是人家种来要卖的 比如说种凤梨或种橘子 你拖了一颗 那被发现了 要去村长那里 村长判险平常都是 某年某月某天 就大概一个礼拜里面 站在十字路口 他爸爸跟这个小孩 对经过了任何路人 要静一根念 要急功 就是说我们叫的不好 所以乡下没有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 在乡下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乡下出生的 尽管台湾的乡下 跟大陆的乡下 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就是 都是乡下的那个 传统的规矩 对 就是孩子是不能做破了道的底线的坏事的 对 一旦做了坏事给父母也丢脸 对 所以那一般乡下的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间 尽管可以调皮 但是不能破规矩 对 比如说不能去偷 不能去抢 不能骂人 对 是吧 否则的话那个就是中国传统的 中校结义的那些东西被破坏掉了 孩子也会被惩罚 父母也会被权责看不起 还有更好的一个风俗 比如说一个媳妇从外縣市嫁过来的 那她对婆婆不孝顺 那我们那向下大概五六户 就会有一个水井 那个媳妇比如要拿衣服去洗 这个水井说我们不给你洗 我们这个水井不欢迎你 那另外一个水井也不欢迎她 那没有地方洗 那要等到所有人都洗完了 再偷偷去洗 所以后来她的婆婆又说 饮料汤 她现在已经很孝顺了很孝顺了 连一个不孝顺的媳妇都不可能存在 我再回过来讲画画 就是一般的小孩 就算她喜欢做这个事情 就是也有大量的小孩 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那你从这个四岁半一直画到 十三岁第一个阶段 你作为一个孩子 你为什么能够自我鼓励坚持下去 我更是我最强调的一个要点 这个不需要毅力 你只要真心喜欢 然后你最喜欢最拿手的事 做到极致 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 你最喜欢才会最拿手 最拿手才会最喜欢 那再来有一点一般可能不太会的 只要你要毅力 要恒心 这个都离这个境界很低 你要随时进步 你要随心手艺 像我每次画一次画都要求 这一次要比三次画得更快更好 这是自我要求 对 那你就会更快更好 更快更好 更快更好 画到随心手艺 你就会进入一种心流 就是 就是像那样 整个大脑 分泌 分到全身 然后进入光热空间 宇宙中就像你一样 所以他就体现过这种 我一直都体现这个 我一直都体现这个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种 不对不饿不变不困不死 然后时间对你是不存在的 速度就很快 你就会像神一样 随心手艺 一个漫画家会出300本书 我就出超过300本书 香港的防疫人也出超过300本书 王者老夫子也出超过300本书 作家很少写超过300本书 为什么 作家的快乐跟漫画家不一样 我跟卖家聊天过 卖家写林顺海海的作家 他写风声先想一年 比如说他先想 所以他们那个村子 是一个很大的村子 那一个村子有寡户 有哑巴 有傻瓜 想要的长性想好 然后他有一个傻瓜 然后每天都在庙口 这个傻瓜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记 全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很厉害 所以在想了半个人 这样也没有办法当主角 所以再换了一个 他们有一个人是眼睛看不到 那眼睛看不到 但他可以听到低频的声音 所以就被国民党去做 听人家敌方的密码 后来就有一个女同志 他变成国家英雄 就嫁给他 然后那个女同志后来 所以要跟人家偷情 但他以为他不知道 其实他是知道的 所以这样就写了一年半 所以他写一张要花半个月 那梅娜家不是 梅娜家画一个漂亮大眼睛 可爱的小嘴巴 然后整个脸蛋 都是随心手意 所以梅娜家的快乐是没得比 所以我可以做十八个钟头 可以做十八个钟头画 不会累 那梅娜家像我一次过去 看他在剪书 他说等一下 我去冲个澡 然后下来就坐在沙发 他说你知道座家 每天在想什么吗 我说他想什么 他说想今天什么理由不写座 我说今天的理由就是天气太好 然后对今天天气太好 那梅娜家不是 梅娜家就是随时要把 那种想的东西赶快跑出来 是的 是的 那个我想我想问你啊 就是说 就是你在四岁到十三岁之间 你肯定也去上小学 和初中了应该是吧 对 那你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好吗 我小学整个六年级大概考了一百次 我只被扣五十二分 就七分都是满分 我们六年级李永海老师说六科一百分 可以一对泰克钢笔 那我总是国文被扣一两分 他就不想把那钢笔给你 他没有 我到初我是全校十个去考省一张中 我们那时候你去考 没考上学 没书练 只能去考工业学校 或农业学校 那只有考学 我很会考试的 对 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 为什么到了十三岁就不上学了 就要去画漫画 我小学三年级就是到 不能跟老师学 老师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九岁的时候 已经看的书 或者是对人生的观念 都比老师厉害了 就像你在这些老师说 学问就是 平常要学不懂要问 那课程上不懂上课问 生活上不懂下课 他被你问了很多问题 他看到我就跑 因为他欠了二十三个问题 没有回答 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问题自己少答 老师帮助不了你什么 那我那时候 初中二年级 有碰到一个黄建老师 黄建老师 黄建老师大家有感而发 他就说 各位同学 你们想做什么 现在就要去做 不要说念完初中 念完高中 念完大学才开始去做 所以 所以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念完整个学历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理想 那就要像台湾有一个李彦哲 得到诺贝尔化学博士 他其实做的实验是在念清华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的时候做的实验 所以 就是即便当科学家 也不是念完不是才当科学家 就是高中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一生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自己喜欢的 接人不拔掉去追求的发展方向的话 是吧 除非上学对他这个发展方向有重大的帮助 否则的话 即使没上到大学 那当然你们原来是高中也比较难上 现在高中普及了嘛 就是即使不上到大学 甚至有的时候不上完高中 都是可以的 这是你只要你不放弃你追求的那个方向 是吧 我们看古代的人 厉害的人也是一样 他不是长大才厉害的 像圣上两岁 就开始做一年 四岁就会做起 莫扎特也说两岁就开始了 会谈那个学奏 四岁就开始做起 被都分了也是一样 所以不是说尊重的去念文大学 再去做自己最喜欢的 那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都是违背父亲的 比如说切丽烈 切丽烈的爸爸是在1550年 1550年左右 然后他是念物理的 他就不希望他儿子去念物理 他要念医学 但切丽烈不肯 他自己去念物理 那同样的才成为 就是当现代物理之父 同样的巴扎克也是 巴扎克的妈妈 要他去巴黎念法力 因为他律师是 那个收入很牢靠的 但他就要去念文学 他妈妈不给他学会 他就半工半读 所以一个人真正 所以巴扎克变成 写了94部长篇巨著 他写一本书 高老头可以写74个小时写完 他简直写了2450个人物 他简直就是世界的图书馆 所以一个人会成就 一定是追求他自己最想的 人生难得 为了去换名换利 很不值得 所以一个人他应该要知道 我最擅长什么 也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 发现孩子的特产 越早发现越好 并且加以培养 并且让孩子爱上这个特产 最后形成一种自我追求 在这个追求的路上 不要有太多的干扰孩子的 专注力的东西 比如说中国的家长 有一个问题 就是孩子很喜欢什么东西以后 家当说这个学这个 你在学校里面数学语文英语 考到第一名 比你这个学这个东西 还要更加的重要 最后呢孩子就不得不放弃二号 去学那个数学语文英语 但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把孩子一辈子的奋斗的动力 或者说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 动力给弄没了是吧 还有一个更惨的 就想到自己喜欢什么 我认为大部分的 人都已经被培养出 可能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哪里哪里 你最好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你到了13岁 就决定不上学了 就要到台北去画画去了 我的梦想不是去拿文凭 去拿鲁眼大水滴 我的梦想是当漫画家 今天已经有人要 很明确的 15岁 那已经很明确的 已经有人要请我当漫画家 就像我最想追一个女孩子 到时你那个时候是不是 大家十三五岁就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啊 我们乡下其实是 就是念书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 会看报纸 会写信就好了 嗯 所以 像乡下如果是收割的时候 很多同学没来上课 因为在家里帮忙比较重要 嗯 那当然那时候都很穷 我们学会好像十块钱台币 到学期末了都还有一排同学 没有教学的人站起来 什么时候要教 说下个礼拜 已经下个礼拜几十次了 就后面划站 嗯 就 我们乡下念书是认为 你只要会写字 会看报纸就好了 真正的就是你去做农夫 该拉车的拉车 该 该 该那个 鲤田的鲤田 该 该 所以你在 当时的乡下的孩子中间 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我爸爸不是农夫 我 我 你爸爸其实是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 他是文化 我的主婦是北管一队队长 我的外主婦是北管一队队队长 我们家算 所以 其实父母对你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我爸爸一辈子跟我讲话 没有超过五十句 基本上 我现在连十句都没有 他就是 做给我看 行为给你看 像他练成书法第一 我妈妈讲的 就是大太阳 中午吃完坏 外面晒骨肠 有一堆砖 因为纸很贵 把砖拿一缸水 写写写写 写了就干了 这边湿了再换面 这块砖 湿了再换一块砖 砖出来 我妈妈 我妈妈是我们家智商最高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被妈妈影响 我也是 施志农 妈妈也是 温世仁 妈妈也是 都是被妈妈 我也是被妈妈影响 因为妈妈跟小孩 我认为妈妈是小孩第一个导师 妈妈的怀抱 就是小孩第一个教室 所以一个小孩成为什么 跟妈妈有最大的关系 那我想问你 就是说 你到了台北好像是画漫画 是 画了十几年 我画了五年 然后再当兵三年 然后再去电视台 五年 然后才开始开动画公司 但是一直是在画漫画世界上 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那你后来是 就是 当时那个叫做大罪侠 是吧 你刚开始最出名的第一部 那个漫画 连续漫画 就是大罪侠 还有光头神探 光头神探 我那时候已经有世界观了 因为我先开动画公司 那我们动画公司做香港 香港所有的动画 新加坡所有的动画 菲律宾做的动画 包括台湾90%的广告片 都是我做的 所以那时候我画漫画 已经在日本投稿 在韩国杂志连载 在香港明报 还有东方日报 新加坡联合 早报联合晚报 还有马来西亚 所以我比较有试这一关 我认为 就是成华 你做一乘以二十 再乘以五 这样就会一百的 像我画妆子的时候很好看 那我就把它画二十本 对 二十种 其实有一些不够好看 就像有人都说 哎呀我看你的蔡庚坦长大的 但他会买一整套 所以囤结就是力量 一百就一整套 对对对 然后你要重视五个国家 那就不是一百了嘛 然后就变成动画 又乘以三 然后就变成三百了嘛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 从画那个漫画最后变成动画 并且呢还拍了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是吧 老夫子 老夫子 还创台湾有史的最高飘游记录 对 而且呢你 对你为了学电影的这个漫画呢 专门让人从美国给你带来那个 那个漫画片的胶片 这个就是我很会学习 对我 好几天在那学 就三个月 我从不畏动画三个月变成他们最厉害 也是几乎亚洲最厉害的 我做出来动画是迪士尼的动作的 不是日本那种几部动作的 人家看了都吓到了 所以学习要要领 我说努力没有用的就是这个原因 你没有方法的学习 所以你有一个理论叫做巧克力学习法 对对对 那个是两波千斤 对 我的公司叫做巧克力 其实巧克力就是用巧克力 而克服你有埋力来做事情 对对对 那你把这个观点给大家讲讲看 我是有一天 因为我打巧克力 我打巧克力得了120个冠亚军 我觉得也很 我一年后就可以拿亚洲冠军 那时候台湾跟印尼都是亚洲冠军 能够在台湾拿冠军 就等亚洲冠军 后来参加联系台湾的虚拟 连续十年都是冠军 我打亚洲冠军 没有第三名的 2009年 我好像全亚洲排行第一 不是 全部赛场191个 我是排行第一的 总积分第一的 就是学习要有要领 就像学巧克力 我不一样的要领 学动画 我就说 我去买迪士尼的影片 小鹿班比 动物植球大赛 还有饭洋曲 我把它一个一个描出来 就是还原远迪士尼的桌上那一叠动画 透过那个影片 变成在桌上 就给它还原 它已经成片的动画片 还原成一张一张画 然后再去看它怎么做动作 再把那个画动作分解开来 最后再去制作你的自己的动画片 做了做出来的 所以你的做出来的风格 就有迪士尼那个动画片的风格 水准都一样 但是你那个 把美国的动画片迪士尼的拿过来 重新还原成一张一张画的时候 那都画几千上万张画 对 我画了三个月 我还曾经讲过 我画到十一点 我的家没有纸 我就摸到这期了 就到公司 然后按老刘 有一个很老的 敲门 他说什么事 我说忘记拿东西 然后在清末的时候回去 再继续描到三点 有一个人说 我们家很远 我说不再也不远 如果你不想 那个纸在第二个抽屉 你都不会花了 那你如果想 多远都要去拿 因为我就想赶快把它学会 是的 就动力在那 所以学习是要一鼓奏气 我觉得今天的学习方法是很不对的 早上第一堂念国文 第二堂念英文 第三堂念数学 下午第一堂念音乐 第二堂念体义 哪有这样的学习法 你看古代 无论是学木架 学水电 学木架 都是三年四个月 四十个月学会 而且是整天在做同一件事情 日本的将人也都是 一定是师父 到了一群学生 然后学好了 就变成师父了 没有中间 只有土地跟师父 对 这个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教育的希望 学生懂得越多越好 当然这本身不算坏事 但是懂得越多越好的过程中间 结果孩子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 一生要用的本领 反而没有学到 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光本武藏 光本武藏他在村子 大致也不认识一个 他就是不拐 然后后来还被一个和尚绑起来打 后来就要去争日本第一剑课 他不是多出跟人家柳生士兵卫 还有周周牧小赤兰 最后你看 他还会写五轮书 编法也很好 也写书法也很好 所以像我 我开始当然没有念书 就是真正在学校 那我自己为了要在日本 我要学日文 我后来为了研究物理 自己学书写 那就是说 你有一些相关的 你会自己主动去学习 就像我的小生年 为了要成为书兔 自己花了四个人 要学英文 他小孩子有些语文 年纪越小 学得越快 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学什么 什么都能钻进去 对 比如说你学漫画 就变成了著名漫画家 学动画片 就拍出了这个 最受欢迎的这个 还得了金马奖 得了金马奖的动画片 后来你又用了 十年的时间去学物理 结果就深入到了 就是物理的这种 从这个量子力学 暗物质什么的 我一定很厉害 这个广义相对论 都弄得非常的熟 是吧 就是现在数学又变得 就是好像是非常的厉害 对 就是打桥牌就打成了这个无数的冠军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拿到了一百多个奖 就是我在想你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能够是 学什么就钻进去了 真正的热爱 对 就像我们在做一个女孩子 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努力的 就像有人在滑手机 他也不需要努力 他就是爱死他了 我一定是很爱那个 但很爱那个之前 我必须要知道 我对那个是不是有能力 能力超越 像我一定不敢 站在舞台上唱歌 我不敢跟人家比武打斗 因为这是我不能够的 但坐在桌上 靠智慧的 我一定可以克服 只要我真心喜欢 那当然我也知道 我的优点跟缺点 就像数学 我几何是非常好 代数是很不好 所以我通常 所有的数学都是用行 去算数 就是行数一家 就是不是每个 每项都可以挑战 就是要自知之明 要自知之明 自己到底长相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就一辈子不敢去喷数学几乎 因为我学数学脑子就开始翻糊涂 我想问就是说 你为什么能够整整十年 漫画也不画了 就是其他的事情也不干了 就去研究十年的物理 你觉得你研究物理的时候 应该是快五十岁了吧 五十 五十岁 五十岁 从从来没学过物理 到研究物理 最后把物理的很多深奥的问题 都去就是研究透了 那你这个 是一个什么动力呢 对你的人生带来了 这个经历 对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影响 我喜欢用一段时间 去挑战一件事情 就像说 一挑战就挑战到极致 要成为亚洲第一其实不难 因为大多人都在睡觉 你只要专注一项 你认为挑战得了 然后复制于三年或五年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 然后很多人也没有方法 他们不是爱这个 他们是要透过这个去拿到文凭 和教授资格 不是真正爱看书 我是爱看书 我跟你一样都是爱看书 我以前要上厕所 我都要赶快去找一本 适合上厕所看的书 我到现在还是这个型 那浴室当然是 躺在浴室当然是一定有一些书 我浴室写满了数学物理工事 那吃午饭 吃午饭有一本书 像我吃午饭 看那个段式收音节制 还看不过两本 把中文 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个字 全部每个字都看过 真的 我还整理了十二本 那个中文 发现了中文密码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特别耐得住寂寞 就是一个人可以 比如说你说过 你一个人为了做一个四分钟的动画片 做了五十多个小时 五十八个钟 做了五十八个钟头 完全不努屁股的把这些给做完了 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为了做一件事 耐得住寂寞这件事情 你觉得是你的天性呢 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叫寂寞这件事 那个 那个 就是我喜欢 寂寞这件事 而且我非常享受孤独 就是没有人 所以 我在日本四年当然住在东京 东京是人最多的地方 一千多万人 你看我写的就是 就是我像北海道孤独的一匹狼 就是 弄大了边缘 我一会动的是正确的眼睛 我像一匹狼 没有任何人 因为我在东京 我不讲话没有人知道 我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不会打扰你的 就像我在同一个咖啡厅 坐了四年 那个胡生过来说 你在画什么 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张 没有 他们都站着 站在四个角落 所以我最喜欢没有人 就像我以前结过婚 其实我是不适合结婚的 结婚回到家发现 老婆不在 还有你儿不在 好高兴 然后我现在也是 对于礼拜六礼拜天 或是十一长假 我有大概十来个员工 然后他们放假都好高兴 就是一个人 这个 学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到最终 你还是最喜欢漫画 不是 我最喜欢智慧 最喜欢智慧 智慧 反正跟智慧有关 都对我充满了吸引力 那很多我不懂的 当然是智慧 比如说几何 欧金里德 或是亮子律师 对我来说都是挑战 但是漫画上 你画的是 漫画是我的手段 对 其实是为了表达 你所学到的智慧 对 我画画 我一定是一边写一边的夹叉图的 漫画是为了取悦我 那漫画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它可以一边写很少的字 漫画不需要形容的 所以越黑风高 然后越行人 你就画一个越黑 画一个风高 漫画只做对白 它如果 如果还要说明 那是 就不能画的部分 就是第二天 那当然要写第二天 其他漫画就是 语言非常少 那漫画可以让你的文字 变得很精简 我写文章很精简 年龄就是画那么多漫画 而且我要求自己的漫画 每一页 不能超过七十五个字 因为这个又不是文字下插图 那 每三格 三格以后 一定要变幻长解 那又不是连续剧 说两个人 就讲了半天 因为 所以我平常要求 我的漫画 你如果看庄子的时候 大概一页一个故事很多 两页一个故事 就影响到 超过三个 几乎很少 嗯 对的 我喜欢音乐 就讲了一个故事 那个 你这个 画这个中国的那个传统的 就是 就孔子说 老子说 庄子说的手 是在日本画的 对吧 对 就是因为给你了一个更加安静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吧 而且呢日本的那个 出版社也愿意给你出这些书 是吧 不是应该倒过来 对 我去日本 因为我15岁到20岁是成为漫画家 对 我们那时候当然那个编辑室就 所有的日本的杂志 但我们那时候的漫画都是本土的 没有人模仿日本 嗯 那我后来36岁 我已经开完了七年动画公司 嗯 我有 银行有220万人民币 然后有三栋房子 嗯 那我就觉得这辈子 赚钱的事够了 嗯 所以我就自己发誓 我从此不愿意切割生命 去唤起名利 嗯 所以就想去日本 成为日本最伟大的漫画家 嗯 那我到日本一个礼拜 我发现 不可能 因为我是台湾人 日本还是很维护自己的民族的 嗯 那我画句话 故事漫画 嗯 也没有日本人厉害 嗯 他们又有很多助理 他们平常一个漫画 group 大概有十来个 嗯 有人画背景啊 有人做笑口啊 那我就知道 我再怎么努力 也不会成为日本最大的漫画 最伟大的漫画 所以把问题倒过来想 我比较聪明嘛 那什么作品 漫画作品 会让全世界出版社来排队 嗯 那就很简单啦 你如果画得出来 就是漫画维基分 漫画代数 漫画集合 我画漫画维基分 是你一个小时不会 就是我的错 请退书给我 我还道歉 那你画了 你出过漫画维基分吗 还没有出 我已经都画好了 正在画了是吧 已经画好了 哦 太厉害了 还漫画集合 漫画类数 哦 那所以我就想通了 这画 工方思想 所以我就开始 比较故事性的 就是庄子嘛 庄子每一个都是预言故事嘛 对 我打了86张草稿 就去挑战蒋南社 我还关了 不敢看不起自己 嗯 不敢看不起自己 蒋南社是 也是亚洲最大的 也是世界第三大的出本社 它富国是一栋十二层楼 很大的建築 我就去安门宁 就是它那里有一个说话嘛 我说要见第三编剧局局长 因为它有三个编剧局 一个是杂志 一个是图书 一个是漫画 漫画是最赚钱的 那《古无心》 我再给他看 我已经那时候会讲日文了 然后跟他讲故事 他说 哇 这个一定消报了 我说我知道 然后这个一定要给我们出版 我说不行 然后为什么 我说三十本 他说你有一百本 我们都帮你出版了 我说行 所以1988年 就跟他去了 所以庄子说老子说孔子说 韩非子说等等 都是在日本 对 四年画出来 那你如果这个是首先在日本画 那后面 你那个配的那些文字 是不是也是日语啊 没有 对啊 那个日语是有一个 日本留台湾的女学生 帮你翻译过来的 那我的英文 你画的时候配的是中文 对 对 所以后来拿到中国来出版的时候 就是很自然的那个中文 其实都在上面 对吧 中文是我写的 我画一本漫画 大概花十一天 那时候 一本漫画就十一天 我是花了十一天 我是日本应该五天就要画好 我打稿三天 嗯 完稿四天 嗯 完稿比较慢 写对白四天 写对白应该我要求 文件文 我的字要很少 嗯 四个字的委员我要求不能超过十二个 那个 当时画的时候是 因为我我我我最初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到你的这个 漫画老子说孔子说 是完全黑白的 是 那当时你在画的时候就是黑白画的是吗 对对对 这个但是呢 现在新出的这些呢 是 就全变成了彩色的了 这个 后来在杭州开公司 对 我们就请所有员工上色 对 那这个上色是你上的 还是酷人帮你上的 这个有一部分是漫流出版社 他们上的 对 那颜色是我指定的 现在变得非常漂亮 非常适合孩子们读 因为孩子们的色彩 颜色 对色彩非常的那个 但推进看一看 颜色是我指定的 颜色是你指定的 因为我喜欢 对 你原来画的那个就是图 指定上了这种颜色 对 这样的话每个故事变成了一个 彩色的故事 更适合孩子们约统 是吧 对 这个 那这个 当时这个 出完了这套 这个 漫画以后在日本 后来怎么会想到 拿到 我就说我有世界观 拿到中国来出版 我有世界观 我同时跟韩国签的 日本签的 还有香港博弈出版社 那我第二年就来中国了 我1988年6月1号 然后就跟三年出版社签约了 嗯 我算是台湾第一个 跟中国签约版税10%的台湾作家 之前 我跟平静涛先生 有来 那时候 一千个字 二十块人民币 买断 没有版税 那 那 平静涛当然不肯了 我是第一个说 你要出书 只要付钱 只要印 只要付钱 你有没有办法 当时国内还没有版税这个概念 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 这一套就是 现在应该是十七本 还是十八本 对 就是 就是 这是 比较完整的这么一套书 这个 庄子 庄子 孙子 兵法 老子 大学中庸 孟子 论语 禅说 例子 对 这个 苗栽之宜 六朝灌台 史记 菜根坛 四说星 四说星 四说星语 宋词 唐诗 就这么这个 再加上这个 韩非子一套 这个 十几书 这个都是 变成了彩色的 对 对 你再到今天为止 这么一套书就是 因为我 我自己没事在家里 就会翻你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特别的好 好的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你的故事 谁都能读懂 对 而且你把这个就是 这个 中国传统的这些 优秀的古典 书中间的故事 精列出来 提列出来 用简辑明了的语言 来表示出来 又配上了非常有意思的 甚至但有点幽默感的 这种图画 那 那 书我在想 比如说 你要想画庄子 你肯定画庄子的书先读了 对 那 那你读古文有困难吗 当 不会 那古文啊 就是你 看起来就会懂 它其实古文 很快有力 嗯 它 很简洁 非常的力量 像庄子的故事 就是 嗯 就是 路 很简化 嗯 早上开晃晃 蟹 蟹 嗯 所以它不知道有白 晚上 日月嘛 对对对 那下山 下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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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春秋 对对对对 就是很短 当我们跟别人相 跟别人相处 别人也是做好他的角色 那你不能每个人都真的 你要换位思考 素 就是爸爸要站在儿子的立场思考 上师要站在下死的立场思考 男人要站在你的立场思考 男人要站在你的立场思考 当你两个都做到极致 这样叫做仁 仁爱了仁 仁这个不是二 这个是上 下 阳 阴 正 父 天 地 所以天要对地 站在地思考 所以这个就是人际关系 所以儒家思想最高的就是仁 所以孔子说 说我好谁不见 交谁不厌 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是仁者 圣者 我万万不敢当 所以仁是儒家最高追求 道家就相反 道家追求的是智 人在要山 智在要水 道家是人要跟天地学习 人要跟大海学习 要跟水学习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以人要跟江海 江海是成为大江大 因为他低下 所以我越有答应 因为 低下 放好了吗 等一下 继续说我们 因为 因为低下 所以地位越高 潜力越大 庄子都画了 一定不好笑 八万多个字 它有很多故事不好看 是的 我只画好看的 但是是精华的 代表了庄子思想 不好看的 我不画 第二个 我欢愈的也是一样 我只画 我懂的 我不懂的我就放原文 因为我不会装聪明 把不懂的自己去曲解 我认为读者懂的 我也不欢 有时候像 很多诚语我也不欢 很多学者都会把它 再加两三个字 我都觉得无聊透顶 读者已经听得懂了 一日之寒 类似像这样 我只欢 我认为读者不懂 我懂 所以我做得很快 那除了这套书以外 你后来又画了一套 这个 就是五经 五经是更加难读的书 更加古老 那就是 但是四书五经 又是中国古代文化人 必须学的书 就是我自己认为 小学应该读成语故事 对 因为所有成语故事 出自于 那个朱子百家 对 无论是跨户主日 或是 或是 其人优天 那我认为初中 应该念诗书 高中应该念语经 一个念完高中 他应该知道 中国最好的就是 易经 诗经 对 还有礼记 春秋 还有上书 上书 上书我也认为 是最好的一本书 对 史玛千 写帝王本纪 那个 就是参考的上书 基本上书 其实上书 是丢了一半的 在古代 对 后来就是从墙里挖出来了 但是已经把中国的文化给续上了 对 我是认为上书是很好 但是这个五经 大家都认为 比较难读 我也读了一下 后来发现 你也是把它故事化了 对 对 尤其是易经 也就是说它也是让 现在 你刚才说是适合高中生读 但是我觉得小学生也能读多了 现在 对 这个就是 我想说的是 就是你希望用一种更加好读的方式 更加有趣的方式 让中国孩子们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审视大人 是吧 是 来就是把那些根本就可能这辈子 不会再去碰的五经 变成他们的文化营养之一 对 通过轻松的漫画阅读 把这些经典的东西记在心里 是 而且呢 对于现在来说 你也不需要把五经去背出来 背出来 变成了一种浪费时间 但是呢 五经的精华 五经到底什么 到底讲什么 通过漫画的方式 和你语言这个配备的方式 那么就大家比较轻而易举 比如说我翻这个易经 我就发现这个易经的六十四卦 是吧 对 你这么一画以后 读起来很轻松 是 是吧 这个里面有一段是哨用的 我觉得等上五子哨用 他也出走易经 是吧 这一格都是哨用写的 是吧 我每个字没有改 真的 哇 这个 所以这个 你这个五经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我其实在温哥华一九九零年 我有画易经 画到一半 我认为我不懂 那我认为一个 不会成功的 那个是澳零零几年了 我说一九九零 我画到二十七张 还包括画了前半段 如何扑卦 还有那个开始故事的延期 那我认为不懂 就没有全力画 就像我不会英文 不能去教人家英文 不会易经 还画易经 那是罪恶 所以 直到 二零一一年 我到厦门 我到厦门 然后出席一个桥牌 那在幻殿待了一个礼拜 我画上书 上书 我再画上书 到五十八张 琴事 琴果的琴 法师的算 然后那个周五 周公蛋 写信回去给周五 周成王 周成王 然后说我到河东浦卦 河南浦卦 就是漏水嘛 漏洋嘛 漏洋 当然是洋之北嘛 水之北嘛 对 所以到 那个河北浦卦 卦就是河北 所以要建都在漏洋 漏水之北 我才弄懂 啊 易经在干嘛 易经就是天子嘛 他像半个天子嘛 所有的招令是老天的 是在说这些都是因为天的 所以易经有一部分 是在说是天意 不是我皇上的意 那后来他当然有很多是 那个像我其中一段是孔子写的 其实是易经过部分的去讲天意 来告诉地下的老百姓和皇 你不能为非作胆 或者随便乱来 那是王跟人家说的 当然你没有告证 那易经跟 你不能为非作胆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易经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的哲学是zoom in的 物质就是到子于自善嘛 就像原子夸克基本粒子 但是东方的是cycle 是反复循环 对 是痞及带来 最后是连在一起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阴阳图 对啊 是吧 八卦图就是黑的白的互相撞 对 他是痞及带来嘛 即便 所以我分析过易经 我自己每个都分析过 他分九个 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我们把中中那九个不算 互卦只有十九 好的卦有三十七 所以好的卦是二 不好的卦是一 即便不好的卦 他也痞及带来啊 我说离卦 就两个太阳 第一个太阳下山 不要担心 下个太阳马上起来 对啊 然后你现在要荡到谷底 不要紧马上要起来 所以已经是一个激励人心的 是的 是力士的 就是千行建 君子当自强不息啊 对啊 所以我想问你这个就是 从九零年就想要画五金 到了二零一年才开始 对 我们只有到去年才完成 就说所以这个五金你画了好长时间 我就不敢画啊 那后来就 变化便理解便理解便画 你记有是很喜欢的 对 诗经那样比较简单 诗经有点困难 因为它重固太多 篇章太大 是的 诗经的歌词有一个典型的就是 不断重复 是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在 古代的时候 一期远古的时候 它的唱歌就是 像歌一样 调词它是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对 所以它实际上好多诗经 是每一段只换一个字到两个字 对 所以我后来看你这个诗经呢 你是用现代语言给它翻译过来了 没有放原文 因为怕原文孩子们读不懂 对 是吧 所以这个五金等于说 在这几年刚刚完成 那就是你非常用心的一套书 是 是吧 不敢造次 不敢造次 反正你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严谨 这套书我是比较喜欢读的 是 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呢 是 去读原文对我来说 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是 就是我的古文学评 可能比你比较差了不知多少 不要这样 对 因为我们从小没有经历过就是 阅读古文的训练 是 就是从小学到中学毕业 总共加起来就读了十几篇的 古文 而且非常简单的什么 前子驴儿什么的就是 最多是 鸡选的一段的什么 鸿门宴啊这样 所以我们的古文 就我们这一代人的古文水平 相当相当差 而到了大学以后呢 我又不是学中文系 所以呢 就根本就不再上古文课了 是 那我们就学英文了开始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呢 就是我读古文著作的难度 比读英文著作的难度 还要高 是是 尽管我现在在努力的读 甚至还在故意的背一些古文 所以我觉得读这种书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 你知道吗 当然这是一个 平常是比较弱智的感觉 像我这样的人去读漫画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读你的漫画 谢谢 你很喜欢读你的漫画 我平常就是 就是一个 帮助读者 越过一个门槛 就像一般都主动的认为 哲学是一门跟我们没有关 然后是一个监涉难懂的 你看我 庄主舍老师 我觉得没有啊 哲学很好看啊 故事很有趣啊 我第一次出庄子 我跟那个 台湾民生大理文化版记者讲 他说 这个不是成语故事吗 我说这个就是成语故事 出自己庄子啊 出自己老子啊 对 那后来这个 这本书呢 是你的动脉医生啊 是 是你的一个 就是 传记 对 对 据说你用了非常快的速度 就把这个传记 11天 从11天就行 但是11天我认为很慢 对 你11天是打字打出来吗 还是说口数 没有 就打字 我每个字都自己打的 你打字打这么快 我写写能力超强 我19 2008年10月2号 说放大 我才学会电脑打字 因为电脑我是用了两年 那我不会打字 后来有一个帮我输入了 波波摩 或注音华 就是 然后 我在打 那个第一届智能运动会的13天 就写了两本书了 我打字也很快 我一个分钟大概可以打50个字 太厉害了 我 我读你这本书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 对 这是你爸爸妈 不是 这个是一个 对对 这个是小石 这是一本里面图文并茂的 就是 但是是蔡之中老师 每一个 每一个字都蔡老师自己打的 讲述了他从出生 到这个到 几乎到今天 的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 我还做了很多圈点 这个非常喜欢你的就是简单明了的语言 但是讲出了很多你一生奋斗的这种实质和这种奥秘可以说是 我这里面我自己觉得大概一百个智慧 一百个人生智慧 一百个人生智慧 你自己总结了一百个人生智慧 是吗 这个 就是 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应该 没有 之前有一个远流出版社 然后说要出我的自传 我又说我又不是蒋介石 又不是伟人 后来 他们的一个总编辑说 你的这本书可能一句话 或一段小故事会影响一个年轻人 所以 不是为了你写 为了那个年轻人 我说说好吧 所以他派了一个女记者 女编辑叫杨毅欣 写了蔡志忠的半生传奇 那我看了原稿 那时候是1991年 我就很想重写 那稍微改了一下 就算了 就没有改半个字 我只有改了那个 人物的表 就是 1948年2月2日 蔡志忠诞生于 台湾中部靠山的一个小村庄 我只有改了一个 当日 空和入立 天空毫无异象 然后 天才的出生 也不一定会有异象 没有 故意要讲 委员的什么 要异象 故意要求他们的 对 我想 我想 然后后来 我自己不满力 所以我自己写一本 对 我读到最后说 你大概三句话吧 就是出生于台湾 要中老于杭州 中老于杭州 要安葬于少林寺 为什么你会把自己的生活 后来 比如说你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 包括台湾 温哥华 美国 全世界任何地方 是 那为什么你会选的 后来选的 选的这个 但我去三个月 我就知道 我不会在温哥华 我的老婆慢了两个月去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留在这里 因为他们都很喜欢想移民美国 或移民在加拿大 我说我不能老死在温哥华 如果老死在温哥华 我会哭 一个将军没有战场 那算什么将军 一个将军最乐意的 就是死在战场 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回台湾 那我回台湾就想开始画新的嘛 就像我讲的那个武经啊 那也想研究物理 其实之后就开始要研究物理 那开始我有要到广州 那广州太热 那地方政府也不是那么 广州好像都崇拜那个企业啊 那好像对文化的人不是那么重视 那杭州就非常重视 所以杭州还给我一千平方米的 在这种工作室 那还有杭州跟台北 但是你说说你从内心实实在的喜欢杭州这个城市 不是 我对 那个杭州 飞机起飞下来 这样七十九分钟就到了 那杭州的气温跟台北比较接近 也是江南嘛 那我就已经决定了老死杭州 台湾的媒体 这个三年就是从2020年初疫情以后 这三年你一直是在杭州吗 我从 我已经三年 两年半没有回台北了 对 我是一年住三百六十五天的 我也是杭州西市地引进的名字里面 唯一真正执行 真正在那儿 就是安心的踏实的住下来了 是吧 那就是 为什么最后要这个安葬于少林寺呢 我 2006年 9月1号 第一次到少林寺 我到少林寺就要感觉像回家 达摩在西元527年 从广州上岸 然后把禅宗传到中国 那当然就是 少林寺就成为禅宗主庭 那 那 那当然很伟大 达摩 那我没有比达摩不伟大 我把 不少人都说它被卡 是怎么回事 不卡 我把 我把 东方 禅宗 朱子百家 沉到全世界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有26种的语文 60个国家 卖了5000多万本 所以我想 藏在少林寺 我藏在杭州或 藏在台湾 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藏在少林寺可以变成一个景点 我看很多有名的人 他的目尾都变成一个景点 你是为了大家 能够更加去看到你吗 我没有 我还有一个过想 我要把我的心脏刮起来 放在那个 那个叫做水晶罐 里面现在先录音录 彩之中的心跳声 再放在你那个塔里面 对 一千年后会听到 据说施永信方丈 答应给你建一个塔 是吗 当然 对 我看就是 你这里面提到了 你的施永信的关系 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施永信和尚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活在恋意之中 他永远不辩解 上海出版社写了一本 叫做千年少林慌张四永信 这本书 请我学序 我就描写过一段 四永信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台湾 有一个企业请我吃饭 然后就是四永信在现场 然后吃饭吃到一半 突然有个学者 说你们少年是怎么不搞禅 那施永信就有点谦卑 他说其实真正景的传登录 开悟的人也不是很多 我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少尹是禅武双修 用禅练武 用武洗禅 这个学者很傲慢 什么开悟很少 我的老师某某某 去年就开悟了四百多个 禅应该怎么样 禅应该怎么样 另外一个客人也是 我两个人就对称起来了 就说禅是什么 就是教你这个猪头 不懂禅 还笑我一次方丈 我等到他们讲完说禅可以得到智慧 我就拍桌子 我说你们出了最后一句话 讲的是对德以外 其他讲的都是狗屁 你跟他们吵起来了 没有我没有朝铁 他们都不敢跟我辩解 主人就说 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主人送我 回去我家 因为方丈要去我们家 看我的火像 我就一上车说 你当主人你要制止 你怎么让两个客人 再捂入你的主客 孙永远从来都没有辩脸 也没辩解 他像整个议论 都说孙永远有女儿 有什么 他即便想都没机会 他出去都是最少七八个 他二十三岁就大 我认为整个中国最有水平的方丈 第一名是雪斗士仪藏大和尚 第二名就是孙永远 第三名可能是白马士殷乐和尚 我认识的不是那么多 我也不熟悉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因为孙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 就是在社会上 比较引起争议 传闻也比较的多 那从你的角度来说 刚才根据你心中的 这个得到和尚的高僧大德的排名的话 你把他排得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 就是从你跟他的打交道 你觉得他是一个得到高僧 当然 他是孙永远 就像那个最后韩生石打过的时候 他骂我 打我 躲我 就是不理解 对 他就是这样 他就忍入仙人 就是我忍他 随他 对 不管他 对 不管他 他已经到了那种境界了 你觉得是吧 因为我跟他没打过交道 所以我对他不熟悉 他觉得还蛮纯洁的 是吧 那这个 我想 就是到现在你这个年龄 已经到了七十 今年是七十三 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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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得到的人 那现在就是说 你还那么充满精力活力的 就是来拼命的在 这个 这个 吸收智慧 吸收学问 并且还在就是 不断地画这首漫画 比如说你刚才画的那个五金 就是 也是这两年画出来的 是吧 我觉得你那个 这种体力和精力 是怎么保持的 你平常的生活习惯 是什么 我平常的 第一个不跟人家来 我基本上 不离开我的印子 你今天算跑到北京来 真的是 因为你那个机会太难得了 对 对 我见到你特别高兴 我们第一 上次见还是十三年前了 对 第二个 我身心不动 我平常的生活作息是五点半 因为我们公司五点半下班 那我不吃晚饭的 我五点半就是睡觉 那我现在是睡三个半钟头就够了 或四个钟头 所以十点就会起床 那 那 所以十点 可能都九点 那起床晚呢 我会坐在椅子 椅子 看着那个落地窗 因为现在很热 不能打开 打开我们吸吸很多蚊子 那落地窗坐着 其实你大脑开始寻回 那全身就会像那个 像一个水壶 热的 爆爆爆爆爆爆 当然没有这么厉害 然后你这整个大 整个身体就会有安多分 那我自己 我自己 然后就 整个都会 尤其到这个指尖 然后再回来 然后大脑呢 我自己会稍微假装旋转 就是用益控 然后就会 变成一条线 那大脑就会 非常清楚 嗯 你觉得你 到这个年龄 你的记忆能力 跟年轻的时候相比 是有更好 当然是更好 因为我 我这几年 明显地感觉到 记忆力是衰退的 你会变得更好 刚才呢 你同事是1988年 10月6号 嗯 我说礼拜四啊 没骗你啊 他要赶快查 所以我来说礼拜四 对 我记得你这个 这个是因为你 你觉得是每天 动脑子动得多了吗 还是 第一个 叫做阁楼理论 你有一个阁楼 那你只能存有限东西 所以你要把垃圾清掉 把其他的东西清掉 我一定是 谢谢你能不告诉我八卦 嗯 我对于 没有经济效益的自信都不要 嗯 那对于有经济效益的 就是 跟犹太人学习 嗯 犹太人把大脑 分成24个房间 嗯 那我不只24个房间 我24个房间 有24个柜子 每个柜子 有24个抽屉 那物理就放在这个房间 物理的某一部分 放在那个房间的哪一个柜子 嗯 就是让自己的大脑 在某种简单的运行中间专注 是 这个意思 那在思考就是 走大脑跟右大脑对话 嗯 走大脑提供数字 数据 嗯 右大脑提供画面 所以有时候右大脑的帮助走大脑 有时候走大脑 现在讲话的时候 就是画面拿数据 画面拿数据 比如下一句话 有一段话 先放着 等一下拉下来 讲出来 嗯 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叫做 大脑的训练 对 就是你要 所以绘画画很重要 绘画画不是只是把它画出来 绘画你在大脑都是 我都是图像思考 嗯 图像记忆 就像刚才他在讲 1988年我就知道 1988年是 4 4 4 今天是511402 403 513 嗯 所以今天1月1号礼拜六 那死爱三十一号礼拜六 那 那 10月6号礼拜四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说画面 对 所以那个 如果要完成一个事情 大脑有像故事版 动态的故事版 比如说我们 早上 6点20分要 搭车 到 嗯 到东站 嗯 然后再来 那个中午要请人家吃饭 所以1点半要在那个餐厅 然后4点要来到你这里 嗯 7点要进来 都是画面 然后讲完了 我们两个很高兴握手 嗯 然后说好 希望你到杭州 嗯 这个画面全部都输入在这里 已经输入在里面 对 然后要值得把它完成 嗯 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生命和财富的意义 对 我记得你是在开那个动脉公司的时候 是吧 对 为了帮着好多企 好多好多 你接了很多单 对 就是拼命的接下来 为的是把你的那些小的竞争机构给它击倒 对 但是后来终于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 我当然马上击倒了 对 然后后来发现工作贴太多 嗯 我自己做不完 我做不完做到想要跳楼 怎么会突然领悟到的就是说 财富和生命的意义在于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借累财富 因为你有了财富 并不能满回生命 对 所以最后你就开始 就说不再是为了财富的增加 去平民的工作 也不是为了几到竞争对手 而是说真正的开始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条部分能往前走 是 那你这个是 就是说人生不是来换 换钞票的 就像蔡之中说人生不是来换人民币的 人生来完成自己 但是当你这样反而赚了更多 你就会 不是为了跟人家竞争 你就会挑战到自己的最高极限 就像我做动画广告影片 就十秒钟 我可以一天就给人家完成 人家 我说能够打败那四五家的原因是 人家一秒钟六百块台币 一百二十块人民币 我也一百块人民币 人家一个礼拜才完得成 我一天就可以完成 所以效率很重要 对你效率很高 品质也很重要 其实你的效率跟专注也是有关系的 对 就是你排除了一切干扰你的这个 想要做的事情的所有的干扰 你真心喜欢就不需要毅力 真心喜欢就是 就是做你最高兴的事 然后你也知道你能够有幸 做你最高兴的事 这个就很幸福了 这个到我今天我都没有学会 我是抹不下面子 比如说有朋友聚会啊 什么的一喊我我就去了 我不去 去了以后我还会很后悔 因为觉得又浪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下次还去 总觉得我要不去的话怕得罪人 你不跟人聚会不怕得罪人吗 不怕 其实没有 我最喜欢说No的 而且我还跟我助理说 我们不怕得罪他 我们甚至也可能说就是不喜欢你 太厉害了 对 我再推荐一下蔡老师的这本书 蔡老师的自传动脉医生 写的朴素平实 但是充满了故事性 也充满了蔡老师自己的传奇的一生 这么多的这个成就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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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他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从这个蔡老师的这个动脉医生这本书中间 我们可以帮我们自己 就尽管我们没有蔡老师的天分 我们也没有蔡老师的这种就是这种画画能力啊 但是呢我们读完以后真的是能够感觉到人的一生的那几个要点 如果抓住了 也许是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的精彩 比如说如何专注 如何从小就沿着自己的爱好往前发展 如何排除生生命中的事业中间的干扰因素 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把一件事情做透做做生 如何能够这个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或者是价值观 最后呢能够不被外在的这个世俗的东西牵着鼻子走 这是我从这本书中间读到的很多的东西 也许蔡老师的天才我们没有 也许蔡老师的那种智慧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具备 但是呢蔡老师做事情的一些风格和方法 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这是我读这本书读出来的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的总结对不对 是吧 这个好还有还有两套书 我觉得也是值得向大家推荐一下的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就是这种中英文对照摆的 你现在其实说了好几本了已经是吧 对 但是我这只拿到了一本封神榜的 对 这里面的英文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地道 我不知道是你翻译的还是 没有他其实这本我不确定 我翻译英文的是东密西西根大学的外国的教授 他也是我的弟子叫布埃 他俄罗斯特尔普林斯顿的书都翻 他也等于是我的A子 就是TLJ跟普林斯顿洽谈 他是少数美国的英文很好的 但我不确定方式能他翻的 但其他像庄子老子都是他自己翻的 在你的那个刚才的那个动漫医生的自传中间 写你怎么学英文的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就是你是用了非常短的时间自学英文 并且到最后就能用英文表达 现在据说你还在用英文写述 没有啦 我其实是出版了我有12本 那个学习英文的 我自己做的笔记 但都不是老师教的那一套 例如像就叫Y奏 这个叫X奏 我认为记忆不是要去记进去 记忆是当你要用取得出来 所以要有钥匙环 就像1one 1就是钥匙环 那就挂了十根钥匙 A1头胆 B1骨头 C1眼睛体 D1完成 D1消失 TH1电话 ST1石头 就像一个Lock 是一个Duck 接着Spark 在Vack 中间调个Shack 的Mark 这个也就是说 你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就是动脑筋在学 并不是比死基因比要重要很大 当然 对吧 我这个蔡老师的这个 就是中英文对照的这种漫画 我也想推荐一下 如果你希望学一点英文 又在乐趣中间学的话 这种中英文对照的漫画 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为我是学英文的 所以我专门读了一下这里面的英文 我觉得几乎每句话都翻译的非常的地道 以后你看下面的英文 你就开始学了英文 又同时学了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意还是蛮好的 特别适合我们的 当然小学生这个英文不一定能读 不用说了 就你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学英文的材料 同时又读了蔡老师的这种非常幽默风趣有意思的这种漫画 所以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风神榜 但是好像已经全部都有了 大家不妨买一本这个风神榜 回去先读一读看一看 这个呢还是保持了 蔡老师最初的黑白的风格 所以呢比较适合我们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读 但是也恰巧是因为中英对照 所以适合年龄大的人读的话 是刚好恰到好处 是吧 这个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 花花绿绿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就像刚才推荐的那个花花绿绿的漫画 对我们的吸引力就减少了 黑白反而是让我们眼睛看得更加舒服 蔡老师的漫画呢 我一直觉得它不光是漫画简洁明了 而且呢这个笔法到位 而且在漫画的这个表情动作中间 充满了幽默感 有的时候的那种好玩的夸张 更加重要的是 蔡老师对于文字的提炼功夫 是一般的漫画家根本就达不到的 因为蔡老师是研究了各种经典以后 对于经典中间的精彩的故事的 带有哲学味道的提炼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高度不是一般人 一般的漫画家最多是把那个故事 原封不懂的拷贝上来 所以这是我读你这个书的感受 那同时呢就是他给我拿来的 我还没读过这个书 就是你居然在漫画《红楼梦》了 世大民族嘛 对世大民族 你都要漫画完吗 世大民族 已经画完了 自由啊 还有西游记 水虎啊 三国啊 都画完了 都画完了是吧 对 那这个呢就是专门画了贾宝玉和林黛玉 尤其是以这两个人文为主线 把整个故事都画出来 对 我是用他我第一次出现 西游记 我还画了七本 我还画了后西游 真的 西游记画了七本啊 就是西游记三本 后西游四本 哦 太厉害了 好 那我们就最后一套书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在Page One演讲 然后 他去采访 后来 后来环球时报 李鸿 李鸿 后来三天 那我就说 你干脆就写一本书 然后写 然后写 然后 他就不相信 那我就说 你要把像 无论做什么 是要像盖一栋建筑 你比如十二章 就靠十二层的头位置 然后一楼楼比就要做精神的 然后他对年轻朋友 第二本是在针对父母 以红的 我就说 判断 所以 我容易让他在针对 因为他不信任 他也没什么 跟习近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通过漫画的方式来配备了这个就是 也是对家长和家长 或者说是已经有孩子的父母 是一个另类的家庭教育书记 我觉得一个小孩将来会如何 他小时候的父母是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我们一定要理解他 我们一定要挺他 我们一定要爱他 我们一定要支持他 是的 好 那蔡老师 我们现在我们正要对他的时间 像你的书 那边平台上人更多 那么我在这样呢 在结束之前呢 再推荐一下蔡老师的书 这四本就是书呢 就是我命有我不有天呢 是就是蔡老师就说 是有位记者李红 采访蔡老师的这个文字录 就是第一本讲述了蔡老师 自己的这个就是个人的发展 最后一本呢 是讲述了蔡老师 对于家庭教育中间 父母应该是蔡老师的动脉一生 是蔡老师的个人的 排除人生的各种杂念 我觉得这是一本就是读了以后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 要考试的话 要春秋一经 是 那么这是古代的文人 把这个五经简化成了漫画和文字 让大家来 这是我读的时候的功效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蔡之中老师 我估计大家最熟悉的经典漫画 给孩子的这个书架呢 都还算是比较合理 所以呢 如果这些蔡老师的书 如果说你还没有拥有的话 你至少应该是买这个漫画 至少应该买一套 回去先 让你的孩子读一读 或者你自己 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间的经典 了解中国 跑到了北京的香山的山里面 去吃了一顿饭 土家菜 对 十岁半 对 现在还吃要十岁半 这要十岁半 就是人生没有什么负担 是 蔡老师只是专注于对世界的奥秘的探索 以及专注于通过漫画 来让我们获得这个世界的智慧 是 谢谢 多的粉丝见个面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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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去抽一个人吗 看一眼现在是539万人 哇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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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给 馅 的是 有 无 有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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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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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